属马的朋友今天要留意 今年的运势终尚渴望在事业方面有所突破 尤其是女性 因为今年由女贵人升太阴升助阵 在事业上无往而不利 不过即使男生也好女生也好 都一定会在工作上遇到女贵人 所以要特别留意女性的上司同事下属 除此之外今年你桃花非常强 未有对象的朋友今年可望突破 已经有对象 今年就带你结婚生小朋友 一定要把握机会 唯一要留意 今年的情绪容易会出现问题 想法容易会转牛角尖 所以在限时要让自己放松一下 多些去户外做运动 多些找朋友把握时间休息 都是一些不错的做法 属马的朋友今年要留意的重点有 第一 今年的事业运非常之好 可望有突破 第二 女贵人是非常之强的 女贵人云 要留意工作上 女性的上司同事下属 第三 今年的桃花云非常之强 未有对象的朋友今年可望突破 已经有对象的朋友 今年就可以想结婚生小朋友 另外 情绪容易会出现问题 以及会转牛角尖 要小心些去处理 健康云方面 健康云是非常之好的 只需要留意小毛病 已经是OK的了 属马的朋友今年要留意 第一颗吉星有太阴星 不论男女 今年女性也是你的贵人 所以男性今年特别与女性投缘 而女性就会在工作 或者在财运方面 要比较留意同性的朋友 上司、平辈、下属都是女性为主 对你帮助也很大 除此之外 太阴又主政 所以今年要有阴症中求财 设计操之过急 财亦都不可以露眼 否则会招惹到别人妒忌 而伤害你的 第二颗吉星有天气星 天气为第二桃花星 代表喜事重重 最容易发生就是结婚 买楼 生小朋友 所以如果你有属意的对象 你就可以考虑在今年拉起天窗 亦都因为天气星为半颗桃花星 所以如果没有对象的话 今年你的桃花运亦都非常强 所以未有对象的朋友 今年可以考虑主动一点 积极一点 一定会有好好的收获 在杀星方面 第一颗灌索性 灌索代表一些东西 会有阻滞、停滞不前 情绪方面容易受到困扰 处理得不好 便会导致不开心、失眠 不过那些都是一些小事 其实亦都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 第二颗杀星 朱暴星 朱暴是主要影响健康运 但都不会太过严重 无需特别留意或化解 第三颗 欧神星 欧神星整体 未会为你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无需理会 属马的朋友 今年的增运锦朗 当夜要加强桃花运 除此之外 横财运对你今年也是很重要 你可以在楼莲的桃花位 即是全屋的西南面 放置十一粒 黑色的石头放在杯水里面 吹黄桃花 再在楼莲的横财位 即是全屋的正西面 放置六粒白色石头放在杯水里面 可以吹黄你的投资和横财运 这样就可以确保你 套年行好闻